好,开始讲故事,话说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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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2015年8月31号下午2点40, 我们几位师兄相约,一块去放声,然后呢,今天出来一间怪声,当我们去到市场之后呢,之前的下雨都准备差点放弃,后来突然呢,这个雨呢,就停着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市场, 去到市场之后呢,因为今天带着两个天眼吧,然后呢,我们就和这些鱼儿做沟通, 我们就问了,鱼儿鱼儿,你们哪位想对我们放声呢? 如果想放声的,请呢,留个头来看着我们,如果不想放声的呢,你们就随意。 这个时候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居然呢,那么几百条鱼啊,涌下来只有十二条鱼,愿意被我们放声? 剩下的鱼儿呢,它们愿意干嘛呢?愿意赶紧轮回团带。 好奇怪的事情,今天呢,让我们也见识了这个大山世界里边,真是无奇不有。 有很多鱼儿,环境不好,每天受到折磨。 竟然呢,只求一死,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能理解了那么多鲸鱼啊,鲨鱼啊,在那些海关搁浅,还有好多鱼类自杀。 然后呢,我们又想到的去感应,现在的环境无人太厉害,然后呢,人的发入也太厉害,让这鱼儿即使放到河里,也没有安全感。 后来呢,经过我们一一筛选,把鱼儿一走的鱼儿,摘远出来。 摘远出来之后呢,还有迷雄,我们想的是,因为它十两条鱼太少了,每次放声音,我们觉得吧,去了两辆车,只放十两条鱼。 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把泥鱼,呃,放了嘛,哎,发现泥鱼,哎呀,那么,可能有二三百条的样子吧,要一走的才二三十条,他们也是要一只求一只,啊,泥鱼因为不好数吧,我们就强制了,哎,都满下。 然后呢,去发生,啊,我们呢,一行,来到河边,当时呢,人多嘛,他河边有五个人,我们呢,不太方便,啊,呢,先把鱼儿放到了河里,这个时候呢,那五个人就走了,这个是佛福大的加持。 然后呢,我们就请来了河边,请河边呢,能加持我们的鱼儿,让它很快呢,融合到这个河里。 我们看了一下河里边,呃,呃,旁边呢,有一些死鱼,还有一些鱼的骨头三架。 然后我们心里边呢,觉得一种,怎么说呢,挺可怜的这些动物,他们也就说,有的是死鱼跳在河边,骨架。 然后呢,我们就想,把这些可怜的鱼儿,这个动物,呃,给它做龟吧。 然后呢,就召请了,就是说,湖里边,那些被杀的,被伤的,被害的人啊,或者有跳,就是那些跳的河的呀,没有救的呀。 然后呢,就召他们过来,然后呢,呃,给他们。 这些鱼儿,以及当时跳河时尚的人呢,他们穿,有些鱼儿呢,它飘在空中,而人呢,是穿着比较破烂。 可想他们在,呃,邻居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痛苦。 我们跟他做归宁的时候,他们给我们深深的鞠躬,感恩。 然后呢,也发愿,啊,就说,他们去了几个世界,成就了发开建国之后,就成立了七地福法果位之后,会速速的回来,啊,呃,给咱们佛宝君做护照。 然后呢,让静音的呢,佛宝君和有缘的,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发愿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观神菩萨降临。 这个时候呢,菩萨就来了,然后呢,也对这些众生,我们也刚好归一晚,就请呢,菩萨放下联台。 这个时候呢,菩萨放下联台。 我们呢,就请这些众生上联台。 然后念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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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开心地告诉大家,这些众生,将在不久,他们就会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七地果位。 也就是说,咱们佛宝君,在原来的周大伏法的基础上,又会增加一万零八百位西地菩萨,对咱们度伐。 那咱们呢,在佛宝君这个道场,能好好的求行,依旧所法,真正踏踏实实的经济,真正的经济。 比如说法门无量 但是能避免是精修一门 然后呢 可以 先入经账 智慧如法 但是呢 避免是精修一门 否则的话 法门都好 最后的之果 你可能什么都学不会 法门和宝君 是一个普及的平台 所以大家普及各种法 大家选择之后 一定要精修一门深入 就是说大家普及各种法 今天学队的明天学生的 就会杂修 杂修的结果 就会很慢 很慢 在光深菩萨 把这些众生 经营走之后 我们呢 也请胡神 就是河神 回归 就是回到他的宫殿里边 然后呢 请护法带着 孩子 就是去 河里边游玩 他看到河里边的鱼儿 进不住 也看到了这个环境 里边的水质 也没有那么好 比如说 咱们正在污染的杂质栏 很多地球需要大家 人们去爱护它 表面清晰的河水当中 有很多的污染 很多的杂质 然后呢 也请孩子 看到了 河神的宫殿 非常的漂亮 是彩色的 还有庄严 所以说 宫殿是实实在在 存在的 持有的 不是虚幻的 只是你无法感知 因为不恨在一个维度 有些人经常拿墙水船 去摆地探测 想探测人工 那怎么可能呢 不是一个维度 你怎么可能探测到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 就是这些 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灵界真有 因果轮回真有 极乐世界真有 大家呢 极乐学佛 就真真正正的 踏踏实实的修 踏踏实实的学 不要好高骛远 感恩 感谢 晚安